大家好,就是欢迎大家来 参加我们今天AI Tech的 Meetup 那在演讲开始之前呢 就是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的使用的场域 那 孟森林这个场域是由 维城市资讯 就是MicroProgram公司所提供的 然后 在这个 场域的名称叫做孟森林 那 这个场域提供了就是 许多 就是我们在地的社群 就是都在这边伴火动 那其中包含我们AI Tech 还有一些 像台中拍啊 UXUI 类似这样子的社群 然后孟森林现在有跟天龙数据合作 就是 书都摆在后面那边 然后可以透过这个 就是线上自助结帐的方式 买书 在我们这个场域就是大家可以从 前面这边出去左转就可以有 洗手间还有插水间这样 然后 在这个场域里面是 就是禁止饮食 然后也不要跑跳 也不要 放手动作 记得就是在离开的时候要把垃圾带走 那在这个场域里面我们有提供就是免费WiFi可以使用 那就是照着那个 呃大家连上那个 MT 这个 呃 ID 之后呢就照着 instruction就可以 呃注册使用 这样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就是 呃邀请到 呃杜月华来为我们 呃讲解今天的内容 呃 Neural ODE 这样 那就是大家 呃掌声欢迎 好那呃今天跟大家讲解的是这个叫做 呃Neural ODE 这样子 那这篇文章的话它是在 呃去年 呃2018年拿到那个 呃NiPS的那个最佳论文讲这样子 然后 然后 今天的部分大概Outline会介绍这些东西 对然后基本上会直接从 呃主要的核心观念切入这样子 那后面跟大家介绍就是 呃他会 呃这篇 论文里面他其实有介绍三种他们应用的方式 然后 应该会蛮有趣的 然后 呃里面 有些数学 会会会冒出来这样子 啊不过应该是不会让他咬人 OK 然后 基本上 基本上如果大家看这篇Paper的话 那 一开始看到的大概是这张图片这样子 那在 呃Neural ODE它的 额核心观念里面就是说 他把 呃神经网路里面 神经网路它原本是 离散的一层一层这样子的运算的模式这样子 然后他把它转成一个连续的 呃连续的 一个运算这样子 那所以说他整个看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像是这张图这样子 这张图的话就是 会有 呃从 第一层 从 input进来 然后到第一层 第一层的东西 这样子一接一接 上去的 那 呃 到了Neural ODE这样子的模型之后他就会变成一个 要连续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样子 对然后他拿到 NFPS2018的那个最佳论文奖这样子 那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 会这么的神奇呢 然后再看到他的 另外一个结果另外一个结果的话他其实 是用来 呃如果他放到RNN上面 OK 那 呃 呃 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就是说 他如果让一个RNN去学习一个 呃 有时间 带有时间 序列这样子的 概念的 资料的话 那我们做一个那个 像这种 就是spiral 就是 螺旋状的这样子的一个 资料集 那这个资料集的话 他可以是有 呃 时间先后顺序的 那 RNN在学的时候 他会去把每一个点 是每一个点的资料的顺序 都学起来 所以第1个点应该在哪里 第2个点应该在哪里 所以说他就会把 每一个资料点 都把它连起来 所以说他在做推论的时候 他在做 inference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就是 连到每一个 每一个点 上面去 然后 一直往中间 收敛 那红色的部分 这边绿色点的话是他有给他训练的资料 那蓝色的部分的话是 蓝色的部分的话 蓝色的部分千层的线 那个是 用RNN去做推论 出来的东西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红色的部分 内圈红色的部分 这是 他额外去做外差 就是说 这边其实是没有 让 没有资料给他看 但是他 抱着 RNN这样子的 规律 让他自己去做推论 推论出来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看到下面如果是用Neural OD的结果的话你就会看到他的 整个结构是非常的 连续 他是很Smooth 平滑这样子 所以说他就可以 有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 结果这样子 然后他在做 推论就是 在做外差的时候 这边 这个部分 其实他 表现看起来是 上面还要好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让 这件事情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哇 这个东西还可以做到像 这种程度 OK好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进核心观念看 说他到底在 做什么 这样子 好 那基本上在这边做的事情是 把一个离散的层 把它拉成一个连续 那连续这件事情他到底是什么 做到 我们先看 就是在 我们在算 神经网络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是去算梯度 算梯度基本上我们在 电脑在算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 离散的方式去算 也就是说 他做的事情是 数据上 很明确的定义 叫差分 OK 他不是做微分 这样子 好 那 连续的版本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连续的版本的话 我们就会 希望说我们把这个下面的分母这个 Delta的部分 赤则让他逼近于零 赤则让他逼近于零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其实是 这个分数其实是分母是越来越小的 那 这一整项的话 他的梯度是 间隔是越来越小的 所以说他就可以 让整个 梯度 原本是算 一个 斜率 然后让他变成一个微分的概念 好 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 方程式把它转一下 转一下就是去把它 把他的位置做一个那个 做一个调换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 下面这个样 一度 原本是算 一个 斜率 关掉 OK 好 那所以 他可以被转化成下面这个样子 转化成下面这个样子看起来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 就觉得好像哪里有点熟悉 看起来好像 跟什么公司很像 没关系 如果没有想到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 接下来我们再看 看其他的东西 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把网络层拉成连续 可是 只有这样子不够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就是网络架构的部分 那网络架构最基础的话 我们做的是所谓的 Feed Forward Network 就是 前回馈的神经网络 那前回馈神经网络中间的层 他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就是 我的下一层的 Hidden Layer 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透过上一层的Hidden Layer 然后 透过其中一个函数 F 然后去做一个转换得来的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 前回馈的 网络做的事情 那如果说有一种 有一种比较特别的 这种比较特别的就是 比如说像 Resnet里面 他有所谓的 Skip Connection 这种东西 那Skip Connection 这种东西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他做的事情 除了说 他把前一层的 结果 通过一个 Function 转换出来之外 他还有再加上前一层自己本身的 Information进去 OK 那所以像这种 这种形式 看起来是不是跟刚刚的 优点像 有 看起来有像 有像的话 是不是可以就把它塞进去 OK 所以基本上这边做的事情就是 我前一层在做 前一层的结果跟 下一层我运算出来的 结果这样子 然后在 这边的话就是 我在时间点 T 然后跟时间点T加Delta 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好 那所以基本上这边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那放在一起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 如果把Delta带1的时候 就会 基本上就是 同一个东西 OK OK 好 所以这边做的事情 是这个东西 比如说 当我把 要把一个离散的层 拉成一个 连续的层 这样子的概念 他做的事情其实是这样 我们在做神经网络架构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设计这个神经网络 他 我们一般来说都会 有一些目的性 比如说有CNN就是处理 影响 然后去抓 局部的一些特征 这样子 RNN的话就是处理 时间 它是一个连续的有先后次序这样子概念的一个东西 但是 那在这边做的是把神经网络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T度的 aproximator 也就是说他去学的是什么 他去学的是 这些微分的东西 OK 所以说你会看到就是 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向 然后我用一个 Fof 就是这个function 去做一个逼径 可以 OK 所以说如果说我可以 做这样子的逼径的话 那我就可以做到 刚刚那件事情 就是把一个离散的层 拉成一个 连续这样的概念 OK 那所以说基本上神经网络的层 就是可以 我们就可以拿来去 做一个微分的 逼径微分这样子的 这样子 好 那 所以 基本上比较详细的推导的话 他就会变成这样 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他还需要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主要概念上 去做一个突破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刚刚在讲就是ht的部分 那ht的部分 T的话指的是 那一层 第几层 然后层在我们神经网络的 架构里面 他就是 第1层 第2层 第3层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拉成一个 连续的概念 因为如果拉成连续的概念的话 他就变成说我应该要有2.5层 应该要有3.3层 应该要有 这类的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到 这件事情他做的事情是 把这个T 变成 网络层的一个参数 OK 把它变成网络层的一个参数 就会写在这边 你会发现说在神经网络里面 他需要把T当成参数丢进去 做运算 那这样子的话我的T他就不再是 就是 一个两个 就是整数的 乘的这样的概念 他是可以 变成一个 时数 然后就把它丢进去 OK 然后去做运算 目前这样 可以 会不会 还硬 不一定 不一定 他只要有steep connection的东西就可以 对 RN也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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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加上在你的网络上面加上 刚刚讲的 Skip connection 这样子的 那这就是加钱一下 对 那我就可以用 做一个特殊结构 算 对算是 对 OK 好 那所以基本上基本上前面的部分就把 打核心的 OK 好 对 对 这个东西吗 这个东西吗 这个东西是从从前一个来的啊 刚刚不是说就是这两个 其实很像 其实很像 对 它是形式 像 实质内容 其实 实质内容这件事情 在在数学抽象来看 它只要新事项就是像 就是 OK的 那至于实质内容就是你需要赋予它什么意义 赋予意义这件事情跟 公式不太有关 所以说 这边的话 很多人可能就问说 他这边 讲的事情是层 一层一层 然后你这边 呃 Y 呃 YT YT加1 然后YYT 这个 这件事情 那那个下面那个不是指时间吗 上面那个不是 层吗 其实 没有差 对 其实在数学上面它只要形式项 然后 又就是可以打得通 那所以基本上 在这篇配合里面做的事情就是把 最后这一项 让它同等起 OK 那所以说 在这边的话 其实 呃 配合里面是没有写这句话 不过 基本上它就直接把公式摆在那边 公式里面 大概 在前第1条第2条公司它就会 写这个东西 写这个东西的话 只是说 我要拿一个 神经网络 你可以不一定是一个神经网络 你只要是一个方权 让它去逼近 呃 违分 或者逼近T度这件事情 就可以了 对 他只是说 呃 那个 你用的这个方权 就是实质上 实作上面 呃 他的 他的 他可以 操作的范围 多大 就是 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F5你已经定死 他的参数 这样本身就没有很多 那所以说你可以去逼近的程度就 就不大 那所以说我需要拿一个比较广义 比较弹性 呃很好 操作的这个这个神经网络把它拆进去 然后变成变成F 这样子 对 对对对对对 拆下一层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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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只是说这边的话因为 呃T的话它是会是就是 呃 刚刚讲说它是一个 整数吗 是1234 这样子然后 所以说作者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它 参数化 参数化的话就把它摆到 F的 呃他的参数项里面 所以說你會看到他把帶到F裡面去 所以會有F of T 然後跟HT 我後面會慢慢帶出來這樣子 那會跟ODE的東西稍微有關係 好那所以到這邊 這邊好那如果說我們現在知道說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拿一個神經網路去 Prosimate我的那個 T度或是Prosimate我的微分的話 那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實質上要怎麼做 OK 實質上要做法就是說 OK如果說我要去求 我要去求HT 因為我們駕神經網路的話我們是從前一層去運算下一層 然後再去運算下一層 然後 那我要 算下一層這件事情我要怎麼做 那算下一層這件事情如果是數學上那 我就直接做積分就好了 最好 直接做積分的話這邊 做到的事情我就可以不需要用 我就可以不需要用 所謂的 Big propagation 那件事情 來做它 OK 然後或者說我不需要把我的 數值 丟到我的神經網路裡面真的去 做運算 如果說 哪一個算得快的話 我就可以採用 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 照原本神經網路的算法 就是我把 舔一層的資訊 丟到這一層裡面去做運算 得到下一層的 HT 這是一個 這是一條路 另外一條路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做幾分 如果說你算幾分比較快 那你就算幾分 如果你 丟 就是照原本的方式做 比較快 那就照原本方式做 OK 那在這邊的話 所以 這邊 如果你要去解下一個state的 的東西的話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 就是直接求幾分 那直接求幾分的話我就需要去知道 這個F5是什麼 然後對它做幾分 OK 這邊有點硬 所以說 所以說 當我的 當我的這個 這個東西被拉成連續的時候 當我的這個 F5被拉成連續的時候 這邊你就要把它想像成它是一條 連續的 函數 去 鼓勵它 OK 那所以說你可以在 在數值方法上面 去找到可以去 算幾分的方式 這樣子 OK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所以 算幾分 實質上怎麼做 算幾分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把它 做一個 簡化 做一個簡化的話 所以我把 呃 比如說我要 我現在的時間點是T0 然後我要推 下一個 時間點 那下一個時間點 假設它是T1 那所以基本上我的初始值 就是T0 幾分之後 T0帶進去 然後去算T1的 那個State 是多少 那所以基本上理論上你的F知道了 你只要知道T0 就可以推 我後續時間點 任何一個時間點的T1 對 那所以這邊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做這件事情 那做這件事情在程式碼上面 寫 寫起來的 樣子就是 用 ODE Solver 就是所謂的 寫 常微分方程的 就是 那個叫什麼 手解器還是什麼 Solver這個東西 去 解它 OK 那我就可以去解出 就是HT1 那你的HT1看你要設多少 就是看你要 去算 後續的哪一個時間點的 東西 那這邊的ODE Solver的話就會去用到 往數值 數值方法上面的 那些東西 不過那些我就沒有要講 只是跟大家說 那些東西在傳統的數值運算工程 或者是 一些科學運算上面的話 就會去用到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已經 是非常成熟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如果說我要去更新我的 模型 我的模型總是要去做fitting這件事情 那fitting這件事情就是我要去更新我的weight 那去更新我的weight的話 那傳統上我們做的是back propagation 我們就算到底 算到底之後 有個loss function可以跟我們說 現在的loss是多少 那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對loss去做一個 做一個 微分 然後去算它的梯度 然後梯度再back propagate回來 那傳統上我們做的是這件事情 那傳統上做的是這件事情的話 那如果是放在這邊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如果是放在這邊的話 我們做 放在這邊的話 如果是照 這個方法去做的話 那我就要去知道 fing rate 的話我就要從 最後一端 然後開始往前推 那開始往前推這件事情 你要看說我要算的 中間的 過程的這些梯 它到底有幾個 對嗎 那我就要全部back propagate回去 對嗎 back propagate回去到那些 有資料的 比如說T0有資料 T1有資料 然後 TN有資料 然後它就會相對應一個那個 Layer 然後 去更新它的wait 這件事情 OK 目前 所以 那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這邊的話就會跟RN的 所謂的 back propagation through time D,P,PT 那個演算法非常像 那 這件事情 有沒有比較好的解放 在這篇論文裡面 它提出的是 用的是 有一個東西叫做 adjoin method adjoin method是在 傳統數值運算上面 的一個 分析方法 這樣子 然後這個分析方法的話 它可以 假設 先假設這個 DL,DT這個東西 partial L,partial T這個東西 然後 讓它等於一個 -A 這個 這個 function 那-A這個 function的話 它在 解 A這個東西的話 他需要依賴的是誰 他需要依賴的是他自己 他需要看他自己 然後還要需要依賴誰 他需要依賴 需要依賴F這個東西 OK 他需要依賴他自己 然後需要依賴F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們前面 前面在算 在 做幾分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F是多少 所以我這邊 就可以 很快的算出我的 A是多少 這樣子 那所以基本上他的 想法是 我的F是往前推的話 那A的話 他就等於是有另外一個 function 有點像是 跟F 他有一個 伴隨的關係 OK 有一個伴隨的關係 然後 用A的話 我就可以去算出 他的 一些資訊 然後透過這些資訊 我就可以去推到他的 參數的尾分 目前 可以嗎 用來解微積分的方式 恩 我覺得NAS這個東西原本是用來 去分析 一個 微分方程的系統 那他對於參數的靈命程度 的方法 那只是說這件事情 一般 除了拿來分析這件事情以外 都被拿去用 用在一些 在計算上數值最佳化的 運算上面 這樣子 恩 對 Ajure Master的話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它也是一種數值方法 它也是一種數值方法 那這個數值方法 它的優點就是 我 只需要知道說 這個A是多少 我就不用 backproject回去 每一個 前面的 算過的東西 然後再回 再去做更新 所以他 我只要知道F 那我只知道A 那我就可以做回推了 好 類似 可以這樣想 可以這樣想 類似 所以 我在前 我在forward的時候 我只要知道這個F 我就可以推後續的任何一個 我在回去的時候我只要知道A 我就可以推前面的 任何一個 那我要算A的話它是依賴F 對 那F就是我們的網路架構 OK 那我繼續 那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它要去算 算A這件事情 那算 算A這件事情的話 A這件事情我需要同時對其他東西微分 比如說 我的參數裡面有T 時間的T 那所以說我要去對T微分 然後 它裡面還有我的權重 我要去對我的權重做一個微分 像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話 在實作上 就演算法的實作上 我把它拉成 我把它併起來 就是 併起來去做一個 計算是比較有效率的 OK 所以說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有一個 是 D D D 然後有一個 D D D 這種東西 然後我就把它 把這我需要算的這些 參數把它併成一個向量 然後我就 同步 去做運算 就可以了 那 這個東西的話 這支向量的話 叫做 Augmented state 這個東西 那 我們要丟進去算的那個 function 叫做 Augmented function 那 它的微分 就叫 Augmented dynamics 這樣子的東西 OK 所以說這個是forward的部分 就是我往前推 去做 做推論 那如果是回來的部分呢 就是 Augmented joint state 跟 Augmented joint state Dynamics 這些東西 所以說如果說各位在看 Pepper裡面的演算法 就是它裡面有一段演算法的call 那演算法的call 如果你 沒有看懂的話 它其實寫 東西 對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結果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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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其實是 它 這邊其實我沒有 要把它 講解 但是它其實是後面 有一些數學去把它推出來的東西 對 對 這邊有些 基本上這邊 蠻多東西是 就是我是講的結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些有趣的東西 一般來說我們看resnet的話 resnet它蠻大的 OK 那它是一個很大的網路架構 那如果說我用ode neuralode這樣子的 方式去 處理的話 那 它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 那neuralode這個東西的話 它做的 它中間 forward 跟 backward backward就是 back propagate 回去 backward這兩件事情 它都不是去算 算 提度 它做的事情就是直接拿 OD solver 去解 我任意時間點要的資料點 把它解出來 OK 那我把它解出來這件事情 它就不需要 back propagation 它不需要back propagation back propagation原本會用到什麼東西 back propagation 當我在做forward的計算的時候 它會把我們 所計算過的那些 Wat 就是那些網路的權重 給記錄下來 那些網路的權重它是會佔我們的記憶體空間的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不需要去 寄 那些東西的話它其實 所佔的記憶體空間 是固定的 對我只要寄一條方形 那條方形就是網路架構本身 OK OK 好 那所以說它這邊做到的是什麼 它去比較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One layer的 Multilayer Perception 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 我只有一層的那個 MLP 多層感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RefNet 那 第三個 RkNet的話 它用的是所謂的 Runch CUDA的 積分器 Runch CUDA的話是 在 在做 積分就是數值運算裡面算是 用的還蠻經典的一個 數值方法這樣子 OK 那 跟 最下面 最下面的話是 ODNet 這個東西 它自己是叫ODNet 可是 大家都把它叫 是 那個 Neural ODE 這樣子 好 那ODNet這個東西做的是什麼 Neural ODE這個用的是 Ajure Method 剛剛有提到的 Ajure Method 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來看一些東西 這樣子 好 在這邊它實驗是做在TensorFlow 然後 GPU上面 這樣子 然後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Test Error 這個東西 Test Error這個東西的話就表示說 我到底用這樣的神經網路架構它到底可以學到多好 如果說它的Error越低的話那是不是 我的學習的程度是越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三個網路 如果是One Layer的 那個Multi Layer Perthetron的話 Error Rate是1.6% 如果是ResNet RKNet跟ODNet的話 你會看到下面三個它的Error Rate其實是差不多的 OK 也就是說 我可以用 ODNet 或者RKNet 然後去做到跟ResNet 幾乎是 幾乎是等同的 等級 它的表現是幾乎 同樣的水準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參數量 參數量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One Layer的 MLP 這個是 0.24個Million OK 10是Million 然後 ResNet的話 它就是大概 三倍左右 然後我們看下面兩個 下面兩個的話 它的網路架構 也是跟我的 那個 MLP 是 差不多 差不多 類似的 那這件事情 告訴我們什麼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ResNet像 這麼多 這麼多層 的網路架構 那 可能我不需要那麼多層 OK 因為這邊的參數量是從我的網路的層數去做決定的 OK 如果我的網路層疊越多 那我的參數量是越多的 那你就會發現說 我 只需要跟 MLP 相當 或者說差不多 的參數量 那我就可以去逼近 ResNet 的水準 機體空間 OK 對 BIG01 對 為什麼是BIG01 恩 對它是使用Constant 它不會隨著你的網路變大而變大 你的網路的層數變大而變多 這樣子 恩對 什麼東西要自己 對 Foreward的時候 Foreward的時候 對 恩不需要把這些Forenture 應該說 這些Forenture的成長不會跟你的 網路的 層數變多而變多 就是當你網路變深的時候它並不會變大 但是它還要存該存的還是要存這樣子 OK L對L hat嗎 L的話真的是指它的網路的Layer 那那個L hat這件事情 它是 它指的是你ResNet它一個 一個層 它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Function去 代表它嘛 那L hat這件事情它指的是在 Rogic Kuda的那個 解的過程當中 它有幾條式子要去 做推論 OK 因為它 本身包含它的積分器本身裡面 其實有 如果沒記錯應該有三四條式 是只要算 對 它在做積分的時候它自己有三四 三四條的 是只要算這樣子 OK 這樣可以 OK 好 對 所以目前為止還可以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它用在另外一個模型 不過這個模型我不是很熟 這個模型的話叫做 Normalizing Normalizing Flow這個東西 然後它就把它拉成連續 所以它就叫做 Continuous Normalizing Flow 這個東西 那Continuous Normalizing Flow 這個東西的話 它這邊去做了幾個 比較啦 就是 Target 這個是標準答案這樣子 然後的話 這邊的話是 D NF 這邊是Continuous 是 就是 套上 Neural OD 之後的結果 然後 NF的話 這邊是原本的 結果 所以大家可以比較看看在 不同的情況下 到底 它B進的程度是 怎麼樣 這邊是一個 視覺化的 概念 嗯 嗯 東西應該 應該沒有 沒有拿過來 這邊K跟 K跟M的話 我跟 這個 模型 不是很熟 大家可能回去看一下 Taver上面寫的 一個東西 應該是它某些參數或是 資料集的量 我沒記錯的話 好 然後 對這邊 這邊的話就真的是 給多少的資料 就是這邊的percent 就是5% 20% 就是說我total是100%的資料集 然後我給它看多少 它可以訓練出 多好的 呃 效果 效果 有多好的效果 然後 比較 好我來講一下這個故事 其實 這篇的作者 這篇的作者其實是 要做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不是突發起想想出來的 這個東西其實 要去處理 他要去做病例資料 病例資料跟 或者說我從醫院去搜搜擠到的這些資料 他其實 我要去 他會有一個跟時間有先後順序的相關 OK 但是我每次在收病人資料的時候 我不會每個時間點都切齊 比如說我在第一天的時候收到一批病人資料 然後第二天 準時收病人資料 第三天準時收病人資料 因為如果說你要做時間序列 或是說有前後順序相關的話 通常是丟RN 那RN的話 我就要把 直接每個時間點 跟我的相比零的資料都切齊 然後我的 第一個 第一筆丟進去 第一天的資料丟進去 那 去預測 然後跟第二天的資料 跟第三天的資料 通常你要去收 就是這種 醫學或是病例的 參觀的 跟病程相關的 資料這些東西 沒有那麼準時的 所以說他就要想個辦法把 我的資料都塞進去 而且 去收這些資料 是非常珍貴 你不能沒有辦法去 Load掉 其中幾筆資料 所以說他就想到說我要去做的事情 是把一個網路 如果我可以把它拉成一個 連續的狀態的話 那我就可以在任意的時間點去 放入我的資料 那我也可以從我的模型當中 偷取任意的時間點的資料出來 OK 那所以說他其實在做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他把RN這件事情 就是時間序列模型這件事情 把它拉成一個 連續的概念 那在這邊的話他做的實驗是這個樣子 他前面會套一個RN 前面會有一個RN的encoder 後面的話呢 就是neural OD 用ODE solver去解 那所以說他前面有個encoder 後面有個decoder 前面的encoder他做的事情是什麼 前面encoder他做的事情是 未給 這些 病人 就是時間的資料 這樣子 那 他encode出來的這些 vector 他產出來 encoder產生 產生出來這個vector 他會丟到 這邊少一個東西 這邊 有那個平均跟那個 標準差 這邊他丟到有一個東西叫做 VAE Variation Autoencoder 這個東西 的那個架構裡面 對 那所以說他這件事情可以做什麼 這件事情他就是假設你的 資料 他是屬於 常態分佈 那常態分佈的話他就會去算出 這個分佈的 平均在哪邊他的標準差是多少 OK 然後 把他這邊這邊的部分的話他就是把它做成一個 在空間上是連續的部分 然後再從這個分佈 去做抽樣 產出來的 資料 產出來的 Vector Vector再丟到OD software裡面 去解 OK 那所以基本上 前面是encoder 後面是decoder 那 解出來的東西 他就要去對對看 看他是不是正確答案 我在前面 在哪個時間點去 丟training data 給他 那我就在 相對應的時間點 產出那個 產出data 然後去對對看 他的preditions 是對的 然後 他還可以再繼續往後做 時間 時間來說 我知道第1點 第1個時間點第2個時間點 他可以再繼續往後推 那 繼續往後推的話 這邊做的事情就是所謂的 外插 因為這邊的話是他沒有看過的 時間點 前面的資料沒有提供的時間點 沒有涵蓋到的部分 他就是太多的 那這個東西他做到的效果就會是 剛剛這張圖 OK 剛剛這張圖就是用剛剛那個 那個方法跟架構去實驗出來的 OK OK所以說他就可以 譬如說從第一個時間點開始丟 然後這個是單純用RN RN Incode 然後RN Decode OK 所以說這邊是單純用RN的 結果 那這邊的話是前面有提到的 剛剛的那個架構 那他就可以把你的 時間點 拉成一個 連續 所以說他又放了另外一張圖 原本我是 在那個什麼 MIT Review的網路 那個他的頁面上面 然後看到這張圖 然後但是他的標題是寫 就是Deep Learning 然後下面就有很多人問說 他那個 跟動態系統 或是跟 Chaos Theory這件事情 怎麼會跟Deep Learning 怎麼會跟Deep Learning有關係呢 對 然後那時候就認真的去看了一下 我好像 好像可以有關係 好像可以啦 好 那只是說沒有人去 確認這件事情 不過他丟了這張圖就是 OK 好所以這邊是他的一些結果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基本上主要的 概念在於說前面 前面 如果說去把一個連續的 離散的層拉成一個連續的 那他中間用的 Beper Regation 或者是你的Forward的部分 其實都是用 Altice Over去 去處理的這樣子 OK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可以 不用 不用 傳統的 Beper Regation的架構去做 好 那 這件事情的話呢 Peper裡面有提到一些 這麼做的一些 特性 或者說Limitation這樣子 然後第一件事情他有去探討 Mid Batch這件事情 Mid Batch就是說我們 一般在去 Train 我的Neural Network的時候 如果說你整批的Data下去 他會算很久 如果你一個Data下去 那我要跑很多次 他才在收斂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取一個中間值 一個中間值 我就 一小P 一小P 丟下去跑 但是一小P 丟下去跑這件事情 跟 你如果用了Neural OD 這件事情 他其實 裡面是提到他的意義不大 OK 意義不大這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我的神經網路他是 逐漸去做一個 收斂 然後跟Layer去做Training 可是那個是Beper Regation的狀況 他才會慢 這邊做的是Odysolver OK 所以說他的 也我就可以直接解 其他的任意的時間點的資料 那你可以查任意時間點的 資料進去算 所以說 你用Mid Batch的話就是 不會拿到好處 也不會有壞處 OK 好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比較硬一點的東西 硬一點的東西就是說 你解出來的這個東西 你解 你 拿神經網路去當apostimator 去當 一個逼近 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逼近出來的 解 就是你的模型 會是唯一的 OK 這件事情會是唯一的 應該說 相對其他很多 Deep learning的 架構 如果說 可能同一批資料 然後 你的initial value不一樣 那你train出來的那個網路架構 每個人train可能 100個人train可能有 100種不同的 網路架構 但是他都可以達到類似的performance 可是 在這邊的話 它是收斂 如果你是同樣的 同樣的資料下去train 你不同的initial value 這件事情 他train出來的會是唯一的 模型 那唯一的模型這件事情 它引述了一個 數學上的 定理 這數學上的定理 跟大家解釋一下 它叫做 PCOTS resistance Sherum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說 如果你一個 初始值問題 initial value problem 那 它會存在 而且唯一 那它的條件是什麼 它的條件就是說 你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在時間上 跟空間上 要是連續的 OK 如果你的時間上跟空間上是 是滿足這個條件的話 那你解出來的東西 就會是唯一的 好 那 時間上跟空間上這件事情 怎麼會從 剛剛那邊看到 時間上就是 你可以把 Layer這件事情 跟時間同等起來 那 所以我把Layer拉成連續 我就是 等於是在時間上是連續的 那我在空間上 怎麼會是連續的 我在空間上 它 我每一個 丟進去算的 都是一個 向量 向量這件事情 它在我們的空間裡面 本身 就是連續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滿足 這樣子的 定理 然後所以說它 出來的東西 會是唯一的 OK 所以說它fit出來的那條 Function 是你的網路架構 會是唯一的 好 然後 小小缺點 這個是Limitation的部分 Limitation的部分 就是說 這邊用的方法 是Adjoined method 那Adjoined method 這件事情它是假設你的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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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Function它是reversible的 對 好 那 對 就是 reversibility 沒有 講錯了 就是Adjoined method這件事情呢 它是沒有辦法 它是不是reversible這件事情 那reversible這件事情它指的是 說 我在數值方法在做計算的時候 我如果從 有些方法是從前面推 往後推 從前面往後推跟從後面往前推 去做一個運算 如果是reversible的話 從前面往後跟後面往前 兩個結果會是一樣 如果是Adjoined method的話 它會 不一樣 OK 好 但是這個是使用的那個 數值方法上面的 差異 這樣子 好 呃 目前 大家 還好 好 OK 那 基本上 這邊 我自己 要像我comment這樣子 為什麼會是用OD 第一個效率 我用數值方法 或是說 積分器去解 它效率是比較高的 第二個 它可以 從 呃 呃 因為數值方法這件事情 它 在 我們的 傳統的 呃工業上 或是說科學上 它已經是非常成熟的一個 東西 跟概念 那其實這件事情把它引進來 呃 Deep learning 裡面 它的意義是說 我們可以從 呃 傳統的 工程上面 工程學上面 或者說科學上面 去借一些概念 把它放進來我們的 呃 Deep learning 裡面 所以 這件事情 它的意義變成是 去結合 就是 科學上的東西 跟 呃 Deep learning的東西 跟AI的東西 那這件事情 看它有沒有辦法帶來一些 科學上的解釋性 OK 好 那 呃 關於 Efficiency 這件事情 的話 呃 給大家 view一下 這張slide 啊 有有看懂就看懂 沒有看懂就 就算了 好 那 另外一件事情 給大家比較形象一點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說你是在離散的 狀態 就是 呃 你的 神經網路它是一層一層離散的層 它比較像是 我把一個方塊丟進去 然後它就塗一個圈圈給你 但是你不知道中間它到底是怎麼把方塊變圈圈 最後 基本上 目前大家在問的問題都是這個 就是 Deep learning 我把 呃 圖片丟進去 那你怎麼知道 它是貓 你怎麼跟我說它是貓 這中間的東西都 消失了嗎 我都看不到 那我就只知道 我把h丟進去我就可以算出下一層的東西 但是你東西全部都藏在那些wet 裡面 然後跟activation function裡面 那如果說你把連續這件事情的概念給帶入的話 它就比較像這個樣子 OK 所以這樣你是不是稍微 稍微有辦法可以去理解說 它到底是怎麼把一個 正方形 變成圓形 OK OK 所以我可以從 這個function裡面的任意時間點去抽資料出來 然後可以告訴我說 它是怎麼去做見辯 好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一些 想法這樣子 好 那 今天的 我是這麼猜想的 對啊 對啊 對 對的思路啦 對啊 都是beprogation啊 對啊 然後親疼大大自己也說beprogation不是很好 這樣 嗯 對對 我覺得這個不是太大的 那個也 因為它其實只需要把 把 scape connection這樣子的 概念給引入 其實 你架構稍微改一下 其實 不太 會care 什麼這樣子 我自己是這麼認為啦 啊 啊 對 對 OK 好 這邊有問題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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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等於是你可以把 T可以是時間軸或者是你乘數深度這件事 他其實把兩件事情拉在一起 另外一個方向你需要哪一個方向 Input Dimension 那對 H H H 裡面應該有一個HT 或者H 對啊 H是那個Hidden Layer 那如果你是擺在第一層它就是Input Hidden za Hidden 其他的imate 每一個Input就會有1條Equation來打 你可以解同一个equation 为什么没给到一个equation来解 你可以让他解同一个equation吗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详解就到这边了 如果还有不懂的话赶紧问 对吗 哪一个哪一个部分啊 告诉你 对 他只是在不同地方表示不太一样 没关系 就是有点computing的部分 好那 目前要先休息一分钟 我们等一下进Julia的施作 OK好先到这边 今天的东西的话是在这个report上面 那大家可以上去找找这样子 好 然后 呃 这边的话是在Julia里面的套件 那这个套件的话 它叫做 ifequate 跟flux 那其实是这样的啦 是在Julia里面 它已经有differentiatequation这个套件 那这个的话 它就是包含 你要去解 尾分方程 然后它跟 后续所有的数值方法 其实它都有 呃 在套件上面有实作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是flux flux flux的话它是 一个在 呃 那这个report的话 它就是一个神经网路 好 然后 看一下 flux大概长什么样子 好 那这套件的话 那基本上它是 呃 完全百分之百 Julia去做一个实作 我记得我在 之前好像有讲过这个东西 那 在这边的话 它其实你在网路看起来 它的框架 它用起来看起来像 像这个样子 跟 呃 如果大家有用Keras的话 看起来还蛮像 对不对 其实我去兜一个神经网路 它只要把layer都把它叠上去 那它就一个 神经网路就可以出来了 那基本上你的loss function 跟training的话 也是一行解决 loss function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training的话 它可以写成 写成像这个样子 好 那 呃 呃 我们做neuralOD的话 基本上 会做的事情 呃 不是 应该 应该从头开始讲 就是在neuralOD这篇 呃 论文出来之后 做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个套件的作者 然后他就马上去跟做flux的框架的作者合作 然后做了所谓的 呃 如果你打 diffEquery 然后flux.jl 然后你可以在repo上面看到 gethard的repo上面看到它是 呃 把 呃 神经网路 跟那个 呃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或是说 传统数字方法的 套件 把它整个结合在一起 combine在一起的 一个套件 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边的话 它就可以让 r fax的这个架构 吃到differential equation下面的 所有的数字方法 它不是只有像刚刚讲的 那下面所有的数字方法都可以用 ok 好 那所以说今天会 呃 demo的部分 基本上是 来自 这边有个blog post 呃 这边他们也 写了一篇 在 丢在julia的那个 blog上面 然后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 诶 诶 刚完了 对不对 我记得 我找找看 emerginal 好像还没 好 好 最近 呃我跟 我跟社群的伙伴 有在翻译这篇文章 对 那这篇文章就是 呃 从 那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作者 然后 他们自己写的文章 然后 呃像这个d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 Chris的话 就是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套件作者 然后Mike Mike这个的话 就是flux的套件作者 ok 所以 两个作者 做的 是那个differ quick 跟flux 这个套件 然后他写了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本身 就是一篇教学文 对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follow 这个文章的内容 去看他是怎么去去做的 那怎么去玩这个套件的 然后他其实讲得非常细 这样子 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这边里面的内容 就是拿出来跟大家 samo这样子 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就是今天的 呃 这边的内容 这样子 然后我把放一些 就是中文上去 好 那在这边一开始的话 如果大家要用的话 请先装一下 因为他会需要用到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套件 他的套件名称就这么长 那就是differential equation 加s 好 那在这边的话 他demo的是 就是 呃 有个东西在 在 有个模型在那个 解数值方法上面还蛮常见的 那个叫做 欸 叫什么 狗猎者 呃 跟猎物的模式 比如说 我在一个生态系里面 我有狼跟兔子好了 那如果有狼跟兔子这件事情的话呢 呃 好 会跟 我有忘记那个 那个 那 我直接看后面的 我直接看后面的 这样 OK 好 比如说 这个图 那个图 假设 假设我在一个生态系里面 他有狼跟兔子 那狼跟兔子的话 狼会吃兔子吗 OK 那 在这个生态系里面 如果说 当我的 呃 你可以想像是 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是 兔子好了 然后 橘色的线是 狼好了 当你的 兔子的量 开始变多的时候 那 狼的 食物 就很多嘛 它的食元充足 所以说 它就开始 狼的数量 原本往下掉 然后就开始 开始变多 可是当狼 开始变多的时候 兔子是不是 就开始被吃光 兔子开始被吃光的话 它的 数量就会 开始掉下来 OK 那 如果说当兔子的数量 掉下来之后 狼它又没东西吃了 所以说它又会 饿死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狼跟兔子的 呃 两个的族群的数量 它会彼此呈现一个 嚣张的状况 OK 那这个小长的状况 在 生态学里面 还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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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 微分方程的模型 OK 那这个微分方程的模型 它 呃 它的名称 叫做 这个 嘿 但是我不会念 我开头 然后它就可以把 一个微分方程 给写下来 这样子 那这个微分方程组的话 它可以构成一个问题 构成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的话呢 原本在Differential Equation里面 先介绍一下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套件 那它会怎么去 怎么做这样子 那Differential Equation里面 我把这个 呃 Function 都把它变成 呃 把它的微分式 把它写下来 那把它的微分式 写下来 把它初始值 那它要用的时候 它去做的事情就是 把它套到一个OD Problem里面 就把你的初始值 跟你的 刚刚定义好的那个Function 把它塞到OD Problem里面 塞到OD Problem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问题 一个Problem 那这个Problem 其实是一个物件 那这个Problem 丢到SOF里面 它就可以去做 它就可以去解 那去解它这件事情的话 它底层 自己原本就是 呃 原本就是 做积分 就是拿积分器来做 所以说你做的事情 只需要跟它说什么 呃 U0 U0的话就是 Initial State 就是初始值 给初始值要设多少 然后再来你的Time Spam Time Spam 就是说我的 一开始时间 我要从 时间是0开始 然后开始算 算到时间是10 所以说我这边如果 让它下去跑的话 那 后续的话 它就会帮我去把 每一个时间点 的那个数值给 算出来 好 好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图画出来的话 就会长得像下面这个样子 OK 所以说你会有U1 你会有U2 那U1跟U2 就是 狩猎者 猎者 跟猎物 就是狼跟兔子 这样子的差别 那这个的话是 就是 Divential Equation本身自己的用法 这样子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把 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导到那个 FARC的 框架里面去 OK 那所以说你可以 可以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它这边T的话 它取了34个时间 这里面的每一个数值都是时间 然后从0到10 OK 那这边的时间点的话 接下来它会从InitialValue Initial初始值这边 它是InitialState InitialState它是从1 1然后开始解 然后对应每一个时间点 然后解到最后一个时间 那这个东西你把它画出来的话 就会长向下面PART 这个样子 OK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丢初始值给它 然后你跟它说 你要计算 你的时间的区间要多长 那你需要多少个时间间隔 算一次资料点 那丢下去让它做积分 它就自己算出 OK 好 那这边的话是有一些小功能 小功能就是说 如果你的U0 跟你的TimeSpam 是跟你的Function Function的参数有关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这样子 OK 这个是如果你用上面 需要这么做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把Od 这个东西放到Flux的框架里面去 那把Od放到Flux的框架里面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到Flux 然后跟这个套件 好 那这个套件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套件的话 前面你会看到东西差不多的 D的话是这个模型的参数 然后这个模型本身就是Differential Problem 东西 好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从这个套件本身 它可以去提供的Function 是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RD的话是 是Reverse Mode 就是它是Beperogation的替代方案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它也是可以拿来做 可以拿来解刚刚的那些东西 看到刚刚 刚刚的那些东西 可以这样子解决 可以这样子解决 只是说这边的 肩 它切的 很好看 好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后续会用到的是这个 这个Function 这样子 OK 那这个Function的话 就真正在Flux跟Ode 这个两个套件 Differential Equation两个套件 整合的时候 它会去做运算 丢到里面的东西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又没有办法把Ode的问题 丢到Flux的框架里面去做运算 在Flux的框架里面 需要去把那个参数 用Promptor这个东西把它包起来 然后在Flux里面 包成一个物件这样子 那包成一个物件 目前Flux的话 它是用 就是Deep Learning的框架的话 它会用所谓的Track Array Track Array的话 它就是会去追踪 你的那个Model 它的权重 刚刚有说到就是你要把参数记下来 权重记下来这件事情 然后我用Track Array这样子的 资料结构去实作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又没有办法 然后再来做的事情就是把 刚刚的这个东西 刚刚的这个Problem 把它包成一层的网路 OK 所以说如果说你跑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会去丢出一个预测 所以说你就可以把这个Problem 当成一个神经网路先丢进去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对这个东西 去算一个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在这边的话 我们用的 我们用的模型或者是框架的话 其实是它没有重新兜一个神经网路 它用的还是刚刚的那个 那个猎物跟 那个模型去做逼近 那我要让它逼近什么呢 我这边没有Data让它逼近嘛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Site Function 就自己用一个Site去 跑一个Site的资料出来 好 那你就去逼近这个Site 去逼近这个Site的话 就是让这个模型 产出来的资料 然后去剪掉我的Site Site的Data 然后呢 平方相加 OK 那这个东西就当成我的Loss Function 可以 好 那在这边的话 照 Boss的那个Solver的话 它需要给资料 可是我们这边 不会给 不会在那个栏位给上资料 所以说这边是空的 OK 然后一样你可以选一下你的Optimizer Optimizer这边是AdM 那不会用到 对 用的还是刚刚的那个 那个积分器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用那个网络模型的话 就会有所谓的Coreplay Function 那Coreplay Function 就是说我每 比如说你每做多少 每算几个时间点 或者说我每个间隔几个时间 那我就去回 回报一个状态出来 那你就可以回一些数值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的图画出来 好 然后因为这边它跑出来 每张图有点大会有点长 所以说我这边就不跑图了 当我一开始去呼叫Coreplay Function的时候 它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初始值丢下去 然后直接去做基本 这个没有去做网络的修正 对 模型的修正 它这边没有用网络 OK 那当你在做training的时候 training的话 它就是这样一行 在Fox里面就是这样一行 把你的Loss Function丢进去 参数丢进去 Data丢进去 Ultimizer丢进去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看 当它在Loss在下降的时候 模型会变成怎样 这边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 那个 原本 这个样子开始做渐变 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现 蓝色的部分 大家注意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 会越来越像SineWave 越来越像Sine的那个波形 这样子 那变 因为蓝色的部分 跟橘色的部分 它两 两者是有相关的 所以说你 橘色的部分 也会受到蓝色部分的影响 这样子 OK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就很像Sine 这样子 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它越来越扁了 对 越来越扁了 然后可是 这边上面会有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是Loss的值 这样子 那基本上Loss是持续在下降的 OK 所以说如果你往下滑的话 往下滑 然后你就会发现 那个SineWave开始变形 开始越来越不像SineWave了 可是它的Loss还是往下降 对 对 然后这边 这边被拉长了 这样子 啊 因为它的Copey function 会产出很多张图 所以说 对 这边这张图 就会被拉的很长 这样子 对 因为它原本 如果你是在Juno上面做的话 会是动画啦 动画的话是像 这一篇文章一样是 这边会有动画 会会像这样 诶 太大了 这边在跑 然后下面在跑 然后原本的例子 比较无聊一点 原本的例子是让它逼近E 所以说它就平掉 对 然后我就把它改了一下 让它逼近SineWave 这样子 就是让大家再看一次 像刚刚那个东西是上面的数值在跑下面 圖也会跟着动 这样子 然后它是逼近E 所以说它会全部都 全部都逼近E 全部都停掉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再回来 所以基本上在这边的话 我们已经成功就是 把一个ODE的问题 丢到我的Flux的框架里面去解 那接下来做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把Flux的Layer把它塞进来 我们Flux的Layer原本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就是Chain 然后Dance Dance的话是FullyConnected的Layer 然后最后接个SoftMath 那如果说你要把ODE的东西呢 塞到网路的框架里面 可以直接这边塞进去 OK 刚刚是把问题包起来 然后DiffEquestion这边塞进去 所以这边是可以直接把它塞进去 OK 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当成网路的一层 那这边的话就会变得有点tricky了 这边有点tricky是什么意思 前面的这边是离散的 中间卡了一个连续 后面一样是离散的 OK 这边就会变得有点有趣 好 那所以这个是塞在那个MultiDale Perceptron里面去做 那有没有办法塞到CNN里面去呢 可以可以塞到CNN里面去 那塞到CNN里面去的话就是这一行 OK 你会看到前面做的事情就是Convolution MathPooling Convolution MathPooling 然后拉直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ODE的问题 它可以塞到中间那个里面去 好 那所以基本上 来到Flux的Layer里面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 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来 产出一些 就来做真正的就是 NeuralOD的Layer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需要先产出一些资料 产出一些资料的话 这边做的事情还是去拿刚刚的那个模型的资料来玩 这样子 那它的参数设定 好 然后跟问题的部分 那所以说这边的用刚刚的那个ODE的Problem去解出一些 解出一些Data 这边ODE Data 下面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ODE Data是 就是等一下要去逼近的那些Data 这样子 好 然后在这边的话你就会看到 OK 我就真的是拿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让它等于是 这边也是有DUDT DUDT就是我的微分项 OK 那这个微分项 把我的神经网络等同于我的微分项 然后把它塞到有一个东西叫做NeuralODE这个东西里面 那这个东西它就会自动把它包成一个 连续的神经网络 OK 然后 再来参数 所有部分就不讲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设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初始 你神经网络模型还没有train的时候 它一开始 跑出来 Copey Function我呼叫一下 跑出来是橘色的点 那Data的话就是我们要逼近的对象 然后给它train你的对象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初始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给个Loss Function 那Loss Function就是把ODData跟我的模型 就是把它相减 把它相减 然后相减之后 当成平方墙墙 当成它的Loss Function 这样子 好 然后一样设定一下 Timizer跟一些 没有 没有要用到的资料 这样子 好 这边是Copey Function图 然后呢 就来看training的结果 原本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说它开始做修正 开始做修正 这边也是会产出很多张图 所以大家担心等我滑 好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它的橘色的点 开始逼近我们的资料 这样子 逼近我们的资料 你就会看到它好像越来越像 但有些地方会很奇怪的扭曲 像这个会 前面前面这个原本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的话 这边尾巴的部分就开始 往下掉 不过没关系 它会自己修正 往上拉 然后 滑快一点 这边我自己 丢跑 我们放个小时吧 然后所以到后面其实 然后蓝色的点跟橘色的点 其实已经非常相近 然后看你什么时候把它 停掉 那它其实在 跑了非常多个App跑之后 它Loss掉到 掉到这个程度 所以它等于是几乎是跟你的 资料是叠在一起的 像刚刚那个SineWave就是Overfitting 那后面 原本我们在中间看到是Sine 跟我们的Data很像 可是我在设计问题 它那个模型 那个模型是 就是 就是 狗猎者跟 那个地雾的模型 那 那个东西去FIT 就 出来结果就不是Sine 可是它后面 FIT之后 它就会扭曲掉 对 虽然说它的Loss 降了 可是它的结果出来 跟我的Sine 的Data是不像的 OK 虽然说它是一个新的方法 可是它还是没有办法脱离 就 人影会有Overfitting 然后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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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结束了 OK 到目前到这边为止 好 那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在 在这个套件里面有哪些 API可以用 好 那如果你去Google 那个report的话 就是Diff Request跟Flux 那个report的话 然后你拉到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的话 它有个API document API document 目前它提供的是 比较阳春的几个功能 这样子 它可以分两类 第一个是 Layer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Neural ODE的部分 然后上面Layer部分 就是把你的一个问题 包成一个Layer 然后你就可以查到你的 Neural Network的面 当成一个Layer用 或者是 你要把你的 Neural Network整个包起来 那就是用下面这个 OK 那如果说你是用上面这个的话 它会有 几个东西介绍一下 看到吗 给你 你 看看 模型啊 模型本身啊 模型参数啊 参数可以调吗 Divential Equation 本身有带参数 这边的话基本上有三个 三个的话 基本上他设计上 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像 然后他只需要 改 说 你如果是用 Flux本身有提供所谓的 自动微分 自动微分器的话他有分两个MOD 就是自动微分器你要算微分这件事情他有所谓的FORWARD MODE 跟REVERSE MODE FORWARD MODE的话就是 我不要不要讲 不要讲那个那个有点 那个有点多 反正他有两个MODE FORWARD MODE跟REVERSE MODE 然后REVERSE MODE的话如果你是用RD RD的话是 REVERSE MODE的AD 然后如果你是想要用FORWARD MODE FORWARD MODE的话你就把它改成FD FD就是FORWARD MODE 然后如果你想要用PAPER上面提到的ADJOYMETHOD ADJOYMETHOD的话在 Differentiate Equation这边有一个ADJOYMETHOD OK 那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好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把整个网路包起来变成 变成一个 就是 连续的东西的话 这边有提供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Neural OD Neural OD的话就是 是如大家刚刚所见到的看到的那个东西 Neural OD 另外一个如果你需要Fitting的那个Function 如果你需要 拿来做Fitting 如果你不是要用 原本的OD 如果你要用的是带有随机的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东西的话 那请用下面这个东西 那包起来的话会带有SD 的东西去做 去处理这样 OK 有问题 问吗 没有的话 那 我就到这边 有问题 整个模型包起来大小大概多大 模型 设多大就多大 他只是他底层不是用Beprogration是用几分器做 速度快多少 所以你指的是 你指的是他的Inference time或者是Training time 都是 那你可以参考就是 Neural OD paper里面 那张表 那张表最后那个Time 他就是跟他要Evaluate的 Function数有关系 OK 那 对啊对啊对啊 实际Round起来其实 就Depends on你的框架 Depends on你的 给多好的 这个要评测才知道 这样 不然通常他只能推理论词 目前 应该还没有吧 开的吧 大概会快多少 因为基本上你可以看他参数量大概是resnet的 三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考虑就是 或者说想像是你把resnet整个 内卧结三分之一 只有他的三分之一的大小 去做 可是他就可以做到跟resnet本身 Errorate差不多 那你觉得 三分之一的那个内卧大小 他跑多快 原本的resnet内卧大小 跑多快 因为有一个大概有一个想象 有一个评估 如果你真的要测还是要去 测数值 这样 依据你有底 有几个题 呃 对对对 呃 对可以这样说 可是他拉成 呃 这个这个就是我 很困难回答你的 部分 因为在在大家的观念里面还是 CNN我还是做convolution 做mass pooling 还是一层一层连续 离散的 这样子的 概念 可是 当你把他拉成连续的时候 这些概念就会 就会消失啦 你没有办法用这些东西去想 去的 长什么样子 但是你可以 确信的就是 DNN他做的事情是 在去 抓取你local的information 因为他做convolution convolution的话是去抓取local的information 那所以说他是在local的information上面有一个连续 OK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 理论上这样推应该是 可以这样子 OK还有其他 问题吗 没有其他问题 那 今天的 talk大概就到 这边了 谢谢大家 XVIII 让你等等 谢谢大家